Hey guys, 我是Karl 話說最近有台灣的朋友 就在某個網購平台買了兩件比卡超T恤 都差不多700元台幣 換算港幣也差不多兩塊錢 賣家所提供的商品圖片就是這樣 看起來也很正常吧 誰知道結果買回來 一隻應該受了刺激,對眼就掉下來 不知道還以為他在賣惡搞版小剛側木銅款 的比卡超側木版 側木超 另一隻就由比卡超變成比 為什麼呢? 因為只剩下頭 再者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他的頭有什麼不同? 沒錯 相信就算不是Pokemon迷 都認出比卡超是有做了整容 買家看到這樣 當然就跟買家聯絡 誰知道 正所謂樹不要皮,必死無疑 但人不要念,就天下無敵 買家竟然理直氣壯地說 然後買家還想說清楚一點的時候 都沒說完就被買家Block了 所以賣家的邏輯就等於 怕近身就不要吃東西 怕分手就不要拍拖 怕你街上遇襲就不要外出 一樣的 不過我想說 騙人又或者落差大的產品 又怎會只在網上購物上才會出現 例如說在百貨公司買東西 如果都是同樣地 好像遇上你這種這麼無良的買家所推出的產品 都一樣可以跟商品的說明 又或者所顯示的圖片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無論在網上買也好 或者在實體店買也好 都是由買家所分享的一些被騙的產品 不用說遠 就例如去超市那樣 打算買一包零食吃一下 原本的包裝就重45克 新包裝 嘩正啊 多了10% 怎知道買回來 跟舊的包裝比較 多過1克 多10%什麼 卡路里 我想就算你數學多差 你也不會覺得46克比45克多10%吧 不然它上面寫著10%增量中 正在增加了 正在增加了 你過多2天看就會變成50克了 大家看到這個包裝 會覺得裡面有多少條腸 3條是不是 但事實上打開會是怎樣 你是不是以為有3條很短的 不是 還是好像那些便當普遍的技量 例如表面上好像一條腸 但其實只有半條而已 都不是 它都是正常長度 但只有兩條 可能你會說 它真的好誤到 對呀 它張圖的確真的好誤到 但原來它封面的字 是寫到明只有兩條而已 對不起對不起 賣家對 它有說明的 是我們沒有看清楚 我們差 商家真的很有良心 給腸有些空間可以活動 好等吃的時候可以更好吃 所以它表面上雖然只有兩條腸 但其實吃起來就好像有3條腸的享受 是不是這樣啊 無良商家 接著這支 某個韓國化妝品牌推出了一個瓶 外面寫著 Hello I'm a paper bottle 你等等 中間那部分呢 中間那部分不是紙吧 不要緊 不要緊 如果它的瓶是紙來說 都算好環保 好等我買它 誰知道用完 打算回收 解開它 現在的紙這麼厲害 做得像膠一樣 喂大哥 你不要嚇我讀書少 這個很明顯是膠 裝什麼紙 怕被人當你是用膠做的 所以總是要裝紙做 這個什麼牌子的Wi-Fi USB Adapter 它寫著什麼 這個 actual size 是這麼大 但實物 嘩 做什麼 大那麼多 被叮噹那支放大燈照過來 如果不是 它的actual size 是什麼意思 除了size之外 另外另外關注的點就是 它表面上的兩顆指示燈 實物的擺位和封面的擺位 又反過來的 那哪顆燈才是Wi-Fi signal 這本真的夠絕 1001張 你說完全不重複就不可能 那你打算有些小動物重複 那都可以吧 結果 它重複的不是動物 我想大家不會猜到 就是這樣的 它是出現了很多 印了彩色的格子 的貼紙 據虎主表示 這本有700多張 都是這些格子的貼紙 這樣可以計算到 一千零一張 真的謝謝 我們還有200多張角色人物 給那麼多彩色格子貼紙 又做什麼 買多幾本當長子音貼 好嗎 還是好像以前那些 很流行買星星貼紙 做獎勵貼紙那種 當獎勵貼紙用 啊好乖 今天在學校做功課 先回來 給獎勵貼紙你 啊好乖 今天幫忙在家裡做監務 又給獎勵貼紙你 儲舊就可以換東西 是不是這樣 好剛才那包搶沒有看清楚 那我們衰 我們現在看清楚這一包說什麼 這一包寫著 plastic table cover 即是那些箭桌 大家可以看到包裝 紅白格子的箭桌 print all over 印了整張都是這些 紅白格子 沒有記錯 下面只是不同語言 都沒有什麼特別 最底下那些 警告你不要當玩具玩 沒什麼特別 好 決定拍板買了 一打開 什麼事啊大佬 你不是印了整張箭的嗎 印滿了 印在哪裡 印到行李箱裡 哦 不是啊 真的印滿了 紅白格子花紋 只不過中間那格白色特別大格 喂老實說 就算你印單面也沒那麼生氣 你印兩邊是怎麼回事 白色就比較容易散熱 他就為我們可以容易散熱而著想 所以就白色是不是這樣 阿無良賣 你不如整張都不要印更好 兩邊印了格子中間白色更噁心 好 然後這個就訂做蛋糕 那廣東名的要求是怎樣 多大個尺寸 要純白蛋糕不要巧克力 中間的設計都不要 什麼right on 什麼都不 下面有highlight廣東名 Please see back 請看背面 背面就很清楚地說明 我不要你的承諾 不要你的永遠 只要你好好做個放心蛋糕 這樣啦 雖然他的畫功很明顯 是不太好 這些空間感 畫得好像要一個梯形蛋糕 但正常人都得到 應該是想要一個方形蛋糕 對不對 好 那蛋糕師傅 最後做了什麼蛋糕出來呢 加了topping之餘 最後畫了什麼圖案 就正正就是他要求那個形狀的圖案 而且他玩東西得來 又很有心玩東西 除了形狀跟到足之外 人家用紅色筆畫那些 他用回紅色料 黑色筆畫那些 他也用回黑色料來畫的 距離我想起之前 那些感溫變色杯的產品 正常來說就是 隨著溫度而變化 那個圖案 但是那些產品 騙人呢 他真的敢把 那兩張圖 加上整張 印到杯裡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買這隻杯的人 就當我買一家弱智 而做這個蛋糕的師傅 就以為自己很幽默 Master You are so funny But I forget to laugh 好了 你打算不訂做蛋糕沒問題 好 就要的DEMO 就這個 網路正正常常 有些深深氣球 藍色白色 好像藍天白雲 簡單單單也不錯 一歲生日 那就對了 送給他 誰知道實物一來到 Welcome to Facebook 我慶祝他一歲生日 不是負一歲 我不是要給他看出生前的狀態 氣球摺不成都算了 配色也不要那麼壞 真的不是照片的色差問題 買家都說蛋糕的邊位是沾了粉黃色的Creme 再配搭中間這個藍綠色的底 看到這個蛋糕我真的明白到 為什麼人們會那麼喜歡訂蛋糕 因為我看到也真的不想吃 好 你以為圖案沒問題 蛋糕就沒問題 哼 少年你太年輕了 就像這個蛋糕一樣 看不看得出底部的三分一是什麼 沒錯 就是發泡膠 驚不驚喜 意不意外 常常叫人們 尤其是女生 切蛋糕不要切到底部 有這個蛋糕就不用怕 切底部解決了會切到底的問題 嘩 真是完美 而且發泡膠還有保溫的作用 嘩 就更加不用怕他那麼快用了 跟Frozen這個主題簡直是完美的結合 嘩 真是多謝你們無良商家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騙人的產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麼慘買過一些類似的產品 再不是不一定是產品 如果最近有什麼騙案中過的都歡迎分享 尤其是這期多了很多詐騙電話 SMS Whatsapp之類 如果大家是苦主的話都歡迎留言分享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再見 講回剛才比卡超T的那個賣價 其實那個賣價蠢 都不懂得玩 他其實不是可以大立條道理說 其實你們這件衣服 就像之前Ubisoft所設的限量杯 是千載難逢的初版 你現在拿出來賣還值錢 又或者說 就算自己穿 都不怕跟人撞衣 那就可以了 反正很多生活的不需品 其實都是買個開心的 你哄到客人開心 然後客人拿你這句話再賣出去 又哄到客人開心 那就是大家開心 那些貨幣也有什麼去來去去去 剛剛先 我們會說 之後再拍一次 最後一� 一�